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号的凌晨 差不多两点了 我现在在贝林的书房里面录6月1号的Vlog 6月1号这天我就要开车来台北嘛 一大早起来,然后去把油加满 然后一路上这个瑞穗啊花莲这边的风景的话 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天高,叫风轻圆淡,天高气爽 然后我们一边开车可以看到山上有淡淡的云 有些时候云像跟腰带在半山腰飘 然后我开车开到花莲的时候发现有工厂 就有点不协调了 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说花莲是最后一块禁地 可能是对花莲的褒奖 也可能是对台湾其他地区的这种批评吧 因为很多地方确实被工厂占领了 被空气水啊被污染了 所以我也觉得奇怪 然后我开车开到花莲南宾公园的时候就休息了一下 把我的空拍机升起来拍一拍花莲的照片 今天天气能见度这么好 我就要多拍一点风景 结果我的飞机飞到六十米高就不能再飞了 原来我遇上了这个空域限制 无人机自动被限制在六十米高的高度 不过拍的照片已经够漂亮了 拍的风景照片够漂亮 所以那里一个花莲最高的建筑 那是东洋广场 在2018年2月6号的那场 17年还是18年忘了 那场花莲大地震中 有大概四五栋房子被震垮 这些房子都处于一个地震带 叫美轮地震带或者叫米轮地震带 其实东洋广场也在这个地震带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钢铁建筑仍然要盖起来 也没有任何法律上面的限制 县政府也没有对这个东洋广场 做出合理的判断吧 我不知道也许十年内 一百年内这个东洋广场 还是会被米轮地震带摧毁哦 所以有点担忧 然后我到花莲的时候 花莲市区的时候才九点 我就又去了一下 这个台信银行 问他们是不是真的要我填这份什么 什么 投资风险属性表 要说这份文卷帮你了解 本身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份表格 对于我一个仅仅是开户的人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所以我 他们说还是不行 那我就马上离开了 我不跟他们浪费时间 然后继续开车 然后经过清水断崖的时候 那时候我又把无人机拿出来飞一飞 拍海浪的照片拍海海滩的照片 还拍拍了全景图 然后继续开啊开 开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 这个苏澳镇的东澳海滩 我又去东澳海滩去拍照片去了 因为前几次去露营了两次 我都没有带空拍机 这次带了空拍机也带了我的狗 我的狗一看到水就要扑进去趴着 它觉得水里面很凉快 然后我就用空拍机拍漂亮的东澳海滩的照片 有人在钓鱼 也有人在海里面漂浮 用船漂浮着 我不知道是在船上钓鱼 还是在玩的时候船 然后在东澳海滩玩一玩 接着开车 结果开到宜兰的时候 就车子的定速巡航失效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左下角的那个引擎 也亮黄灯了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后来我就跟车主联系 他说找个车行 用那个ODB的协议的机器 读一读看是什么信号指示 结果读一读的话 他说那个是什么油气回收 我看看 好像是说油气回收的问题吧 他说油气蒸发回收 控制系统回收 清净器流量控制不良 然后可能是加油的时候 那个盖子没盖紧吧 所以我就把盖子盖紧啊 然后又让修车师傅把 把这个故障代码清除掉 然后就一路开 终于在下午3点20的时候 开到了乌来 然后在乌来接到了贝林 帮他载一些东西去 台北世贸医馆去布展 因为他们明天开始到7号 有一个台北书展 所以我们就顺利的拿上东西 然后走高速一下子就到了台北 世贸医馆 然后我又接着又去他在西州街的房子 又去搬了两趟书 所以搬到晚上8点才收工 然后又去贝林的家里吃晚餐 贝林亲手做晚餐给我们吃 不过贝林做的菜没有盐味 他说老人家不能吃太咸的 但是我就要吃开胃的 所以我把我带过来的猪耳朵 猪耳朵被我放了辣椒 还放了盐还放了那个笋子 所以公寓建议很爱吃 然后我就吃得超开心的 然后今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今天我的狗到台北101大楼底下了 但是我没有放他出来走 我怕他在车流中被撞到 所以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又是开心忙碌紧张的一天 搞得我忙到现在快两点了 还没睡 等一下我要做完字幕 可能又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才能睡 好了 我们这期的vlog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